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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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时期的周王室 无论土地 人口 军事 经济力量都是最强大的 各诸侯国都认真地奉周王室为天下共主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东先 一些诸侯国发展起来 周王室的力量却逐步衰微 一是昔日黄花 没有了往日的辉煌 主要表现为以下一些特征 一是版图缩小 周平王东先初期 周王室尚拥有已成周围中心的方六百土地 还可堪称小康 然而 这种境况 周平王的子孙却不能维持下去 周慧王22年 公元前655年 进宪公介到渝鱼国灭掉国国 是周王室盛衰一大变局 关中的大片土地 即不能为周王室所有 只能局促在东部的数百里间 从而降为二等诸侯国 直至周湘王十七年 公元前635年 周王室所拥有的土地 东西已不足二百里 地位更加下降 二是财力穷困 东周王室土地大为缩小 收入锐减 财力穷困当是自然之力 其实 周王室到处乞讨所求的景况 在春秋初年就显露了出来 周平王死后 继位的皇王无力置办丧葬用品 于是 派人向鲼国所求 周湘王室没有乘车 也派人到鲼国去讨 周湘王死后 为置办丧剧开销 又派人向鲼国要钱 王室地盘小 财力落 诸侯国与王室的地位 自然颠倒了过来 三是天子权威跌落 东前以后 周王定期到全国各地市查考和诸侯政绩的寻寿 再没有进行过 诸侯也不朝见天子数职了 但照旧礼制 诸侯新君王继位的请命和寿命一事也没有了 在诸侯的争霸斗争中 周天子只是被用作霸主号令诸侯的旗号 他们打着尊王的旗帜 实际是为了尊他们自己 更有甚者 郑庄公公然开着军队抢各周人脉骨 同周王对攻 并事件击中周桓王尖头 对这个大逆不道行为 却没有一位诸侯国站出来表示谴责 四是诸侯鉴阅理智 战 国时期 诸王是权威微弱 各诸侯国内的贵族纷纷起而打倒国军 新的贵族起而为诸侯 这些新贵族先在国内夺取了政权 后又称王 向天子的目标进军 从此 周天子独专的王浩丧尸 成为一个小诸侯国军 而诸侯却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国天子了 五是王室内乱不断 战国时期 小小的周王室发生分裂 分成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 周南王即位公元前314年后 东周和西周实行分别治理 各自为政兵互不相同属 毫无力量的周南王 又从成州起周西周王城 只是寄居于西周军下 西周和东周这两个小政权 后竞制互相攻伐 兵戎相建 六是宗法制度崩坏 西周时期的王权 是和宗法制度上的大宗小宗 秘密相结合的 被称为王纲 进入春秋以后 东前后的周王朝力量削弱 而诸侯国力量强大起来 诸侯与周天子间大宗 小宗的关系就动 遥等 宗法制度的破坏 使得固有的社会秩序崩溃 东周列国制 连环化周涉王部分这些特征 已经预示着周王室的衰微破落 命脉已经不觉如履 周南王时 周豪的技巧又穷 可是还要不自量力 竟然去碰撞人人畏惧的秦国 这个把头伸到恶虎口中的壮举 不但欠了一批古债被人催讨 而且激怒了秦王国 周南王五十九年 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 秦昭王派将军又讨伐西周 西周军忙赶到秦国叩头谢罪 把所辖的三十六的成义和人口三万全部献给秦国 不久 西周军和南王相继死去 秦国把周王是传国的九鼎取去 西周灭亡 西周灭亡后七年 公元前二百四十九年 秦庄王灭东周 至此 东 西周两个小政权皆被秦灭 周王朝的灭亡教训是深刻的 周朝宪政之初 周公等人以殷为贱 为政以政 秦 连 简为本 从而使政局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相对稳定 五 成 康 三代 政治清明 是周的黄金时代 但到第四代昭王时 就出现了危机 周沐王继位后 制定刑律 减轻刑罚 施善政于天下 穆王以后 周朝逐渐衰微 贡王 义王 孝王 夷王 夷王四代 王朝内外交困 国内矛盾日益尖锐 长期的矛盾逐渐积累 使王朝产生了深刻的危机 周内王用宁臣 施暴政 被国人放逐 周宣王一度忠心 可忧王是个婚姻之君 把赫赫宗周断送了 周平王继位后 只得先都落役 西周政权亲赴 周王室衰败之势已经不可挽回 但周朝的君王们 还要把周天子的派头 既要维持王室的各种开销 又要给来朝的诸侯以上赐 财政必然发生很大的困难 天子不求私财的面子也就顾不得了 到处伸手所讨已成常态 在周王室衰败过程中 正以会成不能不说 是一个重要原因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第一次剧烈变革的时期 周王室衰微 诸侯国兴起 私有制发展 传统的淫义暴敛的贪汇方式 和新型的 以财会做政治交易的方式交融一起 因贪汇结成的恶果反复出现 天子贪忽享乐 喜好声色 心尽全奸 清大夫贪力私语 各地敛财 富有积聚 诗经大东中云 小东大东 驻又其空 记录东方的大小诸侯国 被征连点连织机上的织品都空荡荡了 诗经大雅云 人有土田 如繁有枝 人有民人 如富夺枝 讲的是谴责高官贵族对人民的强取豪夺 于是 如柏阳先生所说的那样 这个立国879年 被儒家学派赞不绝口的周王朝 在没有一生叹息中灭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